2019年2月15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长俄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长俄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月球在天、天河、织女、河谷、天津和泰山五个中国地名。 2019年2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命名了长俄四号着陆点及附近五个地理实体命称。 长俄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乘三角形排列的三个圆形坑分别命名为侄女、河谷和天津。 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封命名为泰山。 据介绍,在此次新天的五个中国地名里,泰山是中国首次获得的山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的自主命名。 泰山是我国首次获得的山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的自主命名。 这是在1985年后33年的时间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再一次批准命名山这一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李川来介绍,此次五个中国地名的选取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天河我们认为是开创了我们人类月球探测的一个先河,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泰山是为了快速地指定我们这个着陆区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Font Common的中央封命名为泰山。 泰山是我们知道中国应该最文化,五月之首最著名的山就泰山。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泰山是命名是比较合适的。 除此之外,据李川来介绍,织女、河谷和天津均为我国古代天文星图中的星观。 三个星观分别位于现代星座划分的天晴座、天鹰座和天鹅座。 三个星座所包含最亮的恒星分别为织女一、河谷二和天津四。 这三颗明亮的恒星构成了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命名的织女、河谷和天津在月面上近似在现了这一天文现象。 天津作为古代星观,其寓意为银河渡口,跨越银河的桥梁。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维护送牛郎织女的仙女,天河、织女、河谷和天津这四个名称与中继星雀桥名称相呼应。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和其他国家申请并批准的以中国元素命名的月球地理实体达到了27个。 他表示,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月球探测过程中能取得更多的命名权。 现在我们一共有27个名字,这27个名字是从我们实施探月工程以来分别进行了三次,一次是2010年,昌澳一号发射以后, 一次是2014年,也就是二号或三号发射以后,第三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是三个名字,第二次是四个名字,第三次这次是五个名字。 我们国家命名首先也取得原始数据,这是你取得命名权的最基本条件,你自己都没原始数据,肯定就无权来命名字。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在以后的五号、六号探测以后,能够取得更多的命名权。